早晨早晨 歡迎各位有全面進場 4月14日 星期三早上的第一節 我們先去跟進最新的國際形勢 有兩宗消息要和大家分享 第一宗消息 黑山共和國 又名蒙特尼哥羅 在2014年時 曾經獲得中國批給一筆10億歐元的貸款 建一條總長度只有165公里的公佬 最近黑山需要還錢 借錢容易就還錢難 由於黑山政府已經債台高速 實在是沒有能力還款 所以他們把心一橫 向歐盟伸手 要求歐盟代他們還這筆錢 不過遭到拒絕 第二宗消息 匈牙利政府近日決定了 要在首都布達佩斯 興建復旦大學的匈牙利分校 而且整個項目 就會是比照一帶一路的模式 由中國的國家開發銀行 向匈牙利政府貸款 而匈牙利政府將會指定中資企業 作為整個項目的承包商 在說之前 首先要呼籲各位益友 記得免費訂閱我的頻道 多謝大家的支持 我們現在先去看看 到底黑山所面臨的困境是怎樣的 在2014年的時候 黑山共和國 就拍板說要修建一條新的公路 連接黑山和塞爾維亞的 這條公路總長度是165公里 實際上不算是很長 因為廣深高速也有百二公里 當時中國進出口銀行 向黑山政府貸款了10億歐元 當時的黑山政府 跟中國路橋工程有限責任公司 簽訂了公路的第一期建設合約 總長度是41公里 大家一聽就知道 這條公路的造價似乎是貴到瘋了 因為這些東歐國家 究竟 你建好了一條公路以後 何時才能夠回本呢? 當時一說落實建這條 塞黑公路的時候 都已經引起了很大的爭議 只是建設成本就已經這麼貴了 一旦開通了以後 又會有營運成本 維護成本 到底 這一條塞黑公路是何年何月 才能夠回本呢? 好了,去到近期 這條塞黑公路 未見其利 就先見其敗 為什麼呢? 因為黑山在今年 終於開始要償還這筆10億歐元貸款的利息 但是就撞正了武漢肺炎 所以搞到去年 其實整個歐洲的旅遊業 都相當不景氣了 直到目前為止 都仍然未開通 偏偏黑山其中一個支柱行業 就是旅遊業 所以 目前黑山政府 已經去到山窮水盡 債台高足 簡直沒有辦法還款 目前 黑山的總債務 達到43.3億歐元 折合大概就是400億港元 雖然說 400億港元 在一個先進的國家 或者地區 實在是濕碎的 你說澳門街政府 一年派出去的福利 都未必指這個數字 但是換轉在一個相對落後和貧困的國家來說 就不是那回事了 在黑山來說 400億港元是一個什麼概念呢 就是等同於 國內生產總值的103% 即是1.03倍了 所以這筆錢 他們實在還不起 近日 黑山政府 就開始向歐盟 攤大手掌 要求 歐盟 可以幫忙 重組債務 幫他們 還錢 黑山副總理 亞巴索維奇說 為了防止 黑山 准歐盟成員國 對中國 產生依賴 歐盟 應該幫助 黑山 重組債務 他這一番的說法 又不能說他是在威脅歐盟 但是給人一種感覺就是 似乎不是很友善 事實上 黑山已經申請了 加入歐盟 但是歐盟方面 仍然未曾批給 黑山攤大手掌 說要問取錢的時候 就好像潛台詞告訴歐盟 如果你不肯幫忙 黑山就會對中國產生依賴 當然他沒有這麼說 但是給人感覺就是 他想說這個訊息出來 而黑山的財政部長 斯柏希奇就說 他說這一筆 十億歐元貸款 其實就是由上屆政府所同意的 他只是想告訴別人 這筆錢不是他們借 但不是你借 也要還 因為你是通過民主選舉的換屆形式 來承繼這個政權 自然就要承繼這一筆貸款 黑山方面 他們又沒有很厚面皮地說 這一筆貸款已經成為了歷史文件 他們又沒有這麼說 好了 至於歐盟方面又如何呢 站得很硬正 歐盟發言人就說 所有的國家都可以 作出自由的投資決定 但是歐盟絕對不會為第三方國家 常還債務 黑山就必須要設法制衡 來向中國還債 但是 歐盟就可以通過 總值九十億歐元的 西巴爾幹地區經濟與投資計劃 資助黑山興建 塞克公路的餘下路段 我就覺得歐盟這個做法是有些多餘的 為什麼呢 第一 黑山一直都是想歐盟幫他還債 至於公路的餘下路段 你緩緩建也好 實情黑山根本上都是毫不關心的 就算你幫他建好 你送錢給他建 建好之後一樣是要有維護成本的 到期時不是要黑山揹飛 豈不是加重他們的財政負擔 第二件事就是 有部分媒體就說 黑山的第一批債務 將會在今年七月到期 根據當時黑山和中國所簽訂的合約所說 如果黑山是無力償還債務 就等同於是叫做違約 一旦違約的時候 大陸方面有權取得 黑山當時所抵押出來的土地 所以黑山現在就是迫在眉睫 歐盟方面又不肯幫忙的話 看怕這個條款落實的機會都很大了 這些就是西方媒體所說的所謂債務陷阱 明知道你這個國家 經濟發展程度也不是很高的 還特地借一大筆錢給你 你喜歡大花童也好 喜歡落格也好 他都不管你了 反正到期時沒有錢還 你就要承擔某一定的效果了 好了 現在就是糟糕了 實情現在這個黑山新政府 應該找回當時的政府人員出來問責 起碼都要調查一下 到底當時的黑山政府 為何會簽訂這個合約呢 當中有沒有人收受了什麼利益呢 有沒有黑奸的存在呢 這些是不是要查 沒有的 你一尾就說向歐盟攤大手板 那你也沒什麼誠意 這個新政府是不是呀 至少你也要查一下 究竟在舊政府裡面 是不是有人撈了一大筆言之後就收皮了 好了 接著我們就去看看另一宗消息了 都是在中東歐的國家 這個就是匈牙利 匈牙利政府近日就拍板 宣佈要在首都布達佩斯 興建上海復旦大學的分校 總造價估計就是15億的歐元 這個數字都是相當之龐大的 因為匈牙利 下一年的高等教育總支出 都是13億歐元而已 你建一家大學的分校就已經15億歐元 是多過一整年的開支 是很誇張的這件事 好了 整件事就會比照一帶一路的模式來合作的 中國國家開發銀行 就會向匈牙利政府提供一筆 總值13億歐元的優惠貸款 一聽到優惠就知道有些事了 哈哈哈哈 哪有這麼大隻夾腦隨街跳的 空方就會指定中資企業 中建集團來承包這個項目 這個項目有多麼架勢堂呢 復旦的新校區佔地有52萬平方呎 在項目落成之後 將會容納到4500名的教師 以及超過3萬名的學生 那筆貸款要分10至15年期來歸元 由中空資產管理基金會建立和維護 至於中建集團表示 會僱用一定數量的中國工人 以及會從中國進口建築材料 那真的有很多問題 關於這個合作 第一到底為何匈牙利政府千簡萬簡 是會選著復旦大學 在布達佩斯起分校呢? 到底它供一個什麼準則來選擇呢? 是不是呀? 到底復旦大學他們所秉持的校訓 或者是精神 和匈牙利他們一直所確守的價值觀 是不是相符呢? 在2019年的時候 復旦大學的章程條款作出了修改 原本裡面所寫的學術的獨立 以及思想自由 那些完全不見了 取而代之的就是要堅持黨的全面領導 學校黨委就是學校的領導核心等等 當時有些外媒也形容 說復旦大學就好像變成了一家黨的校 但是匈牙利政府又照樣選擇 這個已經是相當奇怪了 究竟為何要選擇他呢? 尤其是中國一年有這麼多的留學生 都是要去外國留學的 照計其實 海外其他都有很多有名的大學 為何不選擇呢? 到底是那些名牌大學不願意和匈牙利合作呢? 還是其實匈牙利根本由頭到尾都沒有找過那些大學 一找就找復旦呢? 第二件事就是 匈牙利政府呢 盛讚這個承包商叫做中建集團 說他們是有信譽的 但是呢 那些外媒就立即翻炒舊料了 這個中建集團曾經承包了 非盟總部的建設 非盟總部就是位於埃塞俄比亞的首都 阿迪斯亞貝巴 今天外媒在幾年之前就揭發過 不知道為何這個非盟總部裏面的伺服器 每一晚都會傳送一些數據 去到上海另一個伺服器 究竟發生了什麼事呢? 當時又揭發到原來的伺服器是華為這個品牌的 而非盟他們在檢查過之後又發現 在裡面又裝了一些很隱藏的竊聽器 究竟是誰裝上去的呢? 為何那些伺服器會有這樣的傳輸數據的情況出現呢? 到底是跟這個承包商有沒有關聯呢? 當時非盟當然是沒有交代過 只是有外媒揭發過這件事而已 現在同一家集團 就幫匈牙利去建復旦分校 匈牙利政府就說他信譽良好 其實到底他怎樣去評定呢? 很多的疑問 反正來講 現在匈牙利就一面倒地親中了 打針又打中國國產疫苗 然後又建這個匈牙利去到塞爾維亞的鐵路 都是由中國借錢給他建的 這樣還不夠 還要多加一間復旦分校 真是恭喜匈牙利 好 這一節先講到這裡 多謝大家收聽 拜拜 拜拜